这一期的文法句型一本通 主题是 疑问词をもっと知りましょう 我们今天要搞定的是 关于疑问词的使用方式 关于疑问词的使用方式 又包括有哪些疑问词 还有疑问词后面加某些诸词 意思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好好整理这个部分 好吗 第一个 Gimushi后面加个Ka的说法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说明 它说 这个句型表示 不确定 用来称未定的人事物 疑问词Gimushi 加个Ka 后方如果接续其他注词的时候 该注词经常被省略 好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再来呢 如果Gimushi加Ka 句型出现在一问句中的时候 其回答比较需要以 Hai Iye 来回答 Hai Iye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理解这个部分呢 看看这个例句 是这样子 他说 Watashi no Watashi no Rushu ni Dare ka Kitan no Desuka Watashi no Rushu ni Dare ka Kitan no Desuka 什么意思 在我不在家的时候 有谁来呢 来了吗 的意思 所以意思是怎么样子呢 有人来了吗 还是没有来 都不确定 的意思 虽然用Dare 这个疑问词 可是呢 他问的是 有没有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 搞混的地方 因为你马上听到的是 Dare 这个词 谁来了 但是 后面加一个Ka 所以他问的是 有没有来 的意思 所以 回答方式又怎么样子 就是这样子 Hi 会社の同僚が 来ましたよ 先用 Hi 或 いえ 来回答 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对应方式 甚至 没有人来的话 当然根本不需要说 后面 会社の同僚が 来ましたよ 没有人来的话 いえ Dare mo Kiませんでした 没有人来 谁都没有来 Dare mo Kiませんでした 就这样说了 那我们稍微练习一下 疑问词加个 Ka 的疑问词 例如说 你要不要吃个东西呢 那这个疑问就是 要吃什么呢 不是哦 就是说 要还是不要 日本的话这么说 NANIKA TABEMASUKA NANIKA TABEMASUKA NANI 什么 这个疑问词 后面加 Ka 这个旧词 后面 再继续 动词的 TABEMASUKA NANIKA TABEMASUKA 你听到 NANI 跟TABEMASU 什么 吃 所以马上 想回答说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寿司 SUSSIO TABEMASU 就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 对话来讲 不太自然 你要先回答说 要不要 对吗 所以自然的回答 应该会说 NANIKA TABEMASUKA いいですね TABEMASU 不错 我们吃吧 或者是 大丈夫です 我什么都不用吃 这些回答 先来 再来进行到 那要吃什么 就这样子 我刚刚说的是 NANIKA TABEMASUKA 你要不要吃个东西 那如果你真的要 直接问说 你要吃什么的话 该怎么说比较好 你该说 NANIKA TABEMASUKA NANIKA TABEMASUKA 或者是 我省略掉 NANI TABEMASUKA 对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 疑问词后面 加个KA的差别的比方 OK 那 都另外 另外好了 DOKO DOKO 哪里 例如说 我们要不要去 去去哪里吗 意思是 我们要不要出去 去去玩呢 那种的时候 要怎么说呢 DOKO KA IKI MASEN KA DOKO KA IKI MASEN KA DOKO KA IKI MASEN KA 就这么说的 DOKO KA IKI MASEN KA 意思是 我们要不要 去玩之类的 所以回答方式就是 哦 哦 いいですね 行きましょうか 不错啊 我们去吧 或者是 面倒くさい呢 有点麻烦 懒得出门 那种感觉 那 如果 你要 问说 那 要去哪里 的话呢 该怎么说 你要说 DOKO KA IKI MASEN KA DOKO NI IKI MASEN KA DOKO NI IKI MASEN KA 要去哪里 就这样子 大概差别 理解了吗 好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学的 第一个要点 一问词加个 KA 的用途 好 那再来我们看看 下一个 一问词加 MO的话呢 可以表示什么 这个说法表示 全面否定 全面否定 所以后面接续 佛定型来表示 例如说 KESA KARA NANI MO TABETE INAI KARA MO O NAKA GA PECO PECO DESU 从早上 NANI MO TABETE INAI 什么都没有吃 所以 肚子好饿 O NAKA GA PECO PECO 就是 饿到不行了 那种感觉 NANI MO 就表示 什么都 后面 应该要 接续 否定型 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一问词 MO 否定 一问词 MO 否定 可以吗 所以要说 NANI MO TABETE INAI 那我们练习一下 我哪里都不去 DOKO MO 可以吗 那 随时都不在 意思是 什么时候都不在 一直 MO 以 一直 MO 以 就这样的意思 好 那 另外呢 还有其他 疑问词吗 NANI 有了 然后 DOKO 有了 一直 有了 谁 怎么样 DARE DARE MO IMA SEN DARE MO IMA SEN 意思就是 没有人在 的意思 好 大概是这样子使用 一问词后面加个MO 然后再加个否定 就可以表示说 DO 怎么样 DO 不怎么样 的意思 OK 所以 今天我们学了 这两个 一问词加个KA 还有一问词加个MO 两个要点 好 接下来的影片 我们学习 另外两个重点